哈啰我是Amy 哈啰我是Li 我們是阿米亞和Li 因為之前有很多粉絲私訊啊 或者是留言給我們 然後希望我們解決他們在戀愛上的煩惱 要來給大家解惑啦 聊戀愛觀 每天報備行程 結果對方說只把自己當朋友 我每天照三餐 告訴你他吃什麼 或者是看到什麼 但是真的都不算 我只是寫日記 對我有時候覺得他們寧願一直曖昧 其實交往就是覺得有點無所謂 交往比較偏麻煩 我其實覺得他們把後妹分得還蠻清楚的 對對對 所以其實就是 不要當星期三的女生 應該是74也不要 對 3跟4這樣子 我們開箱的目標都會先約3跟4啊 你就跟開箱的目標都等級 暈眩時 然後那部星當然有一些擦肩而過 跟一些可能時間距離啦 或是他有一些他自己的考量 然後他通常都會告訴我 或者是他可能覺得相隔兩次 對 多聊天是ok 但是突然這個東西要變成一個 在你面前很現實的東西 他就開始panic 然後因為日本人很容易panic 他失去了他的配置之後 他就會開始panic 我覺得比較謹慎啦 在他沒有那個bibbittokuru的那個東西 他就會滿 整個都是滿慢的 不會輕易的 就是跟你很快的打成活 然後不太好 我覺得就是代表他只是想說 他每天應該說baby啊 一段程度的暧昧 然後進展很快 就是很正常的日本的進展 就代表你是跟他合拍的 他只是在看你是不是跟他合拍 如果你跟他進展很慢 結果也不是你的錯 這人就是一個合不合拍 他就覺得嗯 好像有點合拍 你知道台灣人都會想說 我會改會改 他是真的不會期望說 一個人會改變自己 然後他也不想改變自己 所以他其實也不會強迫你要改變 所以才會變成這樣 個人是覺得只能說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人的話 那你跟他隨緣 做好自己 情緒管理 對 然後多交朋友多開心一點 對方向 想上床 沒成功 後續變冷淡 非常常發生 對 因為就跟大家分享過 日本人他是 性跟愛是分開的 到部分男生性跟愛是分開的 所以 當他這個人對你很殷勤 或是一直稱讚你 很多人被稱讚很正 你會很開心對不對 好像是 我的反應真的很激澈 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有人稱讚他很正 然後一直跟他說 你今天非常的可愛之類的 他就會慢慢的喜歡上那個人嗎 他就會覺得這個人是不是喜歡他 一定沒有啊 這個人每天他可能每天都跟 15個人講一樣 就跟我一樣 而且你到真的 當這個人說我很可愛的時候 我還覺得 一人好好 我謝謝 真的嗎 我的解讀會是他對這段 我的良好的人際關係 在意到他願意露出臉色的時候 這些殷勤你就不要太往輕上去啦 就是聽了 你應該欣賞 這樣就好了 然後當這個人沒有上成功 變冷淡之後 正常人家想上你 而且你不給上 我被我害怕 或者是說他可能曾經 事出好意 然後你那個時候可能覺得 我也沒有那麼需要 然後到最後了 有一些已經跟人家說 我不想要交男朋友 那我幹嘛要再離你 對 奇怪 但後來就發現 欸好像有點不錯 然後就覺得 想要跟男方 就是更有關係 所以你看 為什麼日本人比較聰明 他都沒有這麼快表態 對 他就算覺得 對 他就算覺得 第一眼他覺得 嗯 該可能沒辦法交往 他還是會繼續傳說 我今天吃了好吃的麵包 然後還有一些是 彈心類 我遇到還蠻多東西 對對對 就是 有點心理諮商師的感覺 對 但是 Ice Breaker是還蠻常用 那個 吃了什麼 沒去哪裡 就 那個代表他之前去台灣出差 還有特別傳給我 然後 後來另外一個人去台灣出差 也傳過 我常說 唉 我真的是多 那麼硬 哈哈哈 我覺得當這個人他已經很明顯表 他想要上你 然後你不給上了的話 那這就代表你們的關係就是這樣啊 我覺得台灣女生可能還是比較保守 我覺得很保守啊 很想循序漸進 就大家會覺得 喜歡這個人跟交往跟做 一個順序 一個順序 然後在確認這個人喜不喜歡他之前 他就沒有辦法表態說 我可以跟你做 可是問題是說 對於對方來說 這個是合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他說 我今天就是 我沒辦法跟你做 對方就會覺得 這女人那就沒戲場 當然有些是純座 當然有些是可能想要交往 有一些他應該是有可能會交往 可是當你拒絕他 對那就是沒有 這件事情 對然後他就會覺得 他覺得很孝 對 那個是日本女生 然後他就有一次 就非常非常的煩惱 就是那個人是他的朋友 然後他去他家玩 不是很多人寫說什麼 去他家就等於許可嘛 根本沒有 就是日本女生很多 常常去人家男生家玩 然後玩Suite玩半天根本沒事 這是不一定的 然後他是去那個男生家學吉他 學吉他學一學 然後就是人家就 毛手毛腳 上下起手 他就是 本來就沒有喜歡這個男的嘛 所以他就說 喔沒有沒有 然後那男人就說 其實我很喜歡你 就開始告白了 之後女人說 我從來沒有把你當男生看 結果那女人說好 那我們就 我睡沙發去睡床這樣 我肯定長了起來 那女人後來覺得 我好像喜歡這男生 你真的是個笑 我真的是個笑 你真的是個笑 馬上就表明 然後男生就想說 蛤 然後後來他一直三盤兩次了 那男生就約不出來 男生就覺得這個女人怎麼這麼奇怪 對啊 對啊就是 你 就嘟著笑了那感覺 對啊 就是你不要讓自己這麼的奇怪好嗎 你如果今天拒絕了一個人 你就等於把他丟到垃圾桶了 那如果沒有想要拒絕這個人的話 你就不要讓自己陷在這個環境嘛 對 就不要比如說 一起坐電車 不要一起去他家的話 就不會陷在這個環境了嘛 有啦就是有一些戀愛觀 跟親福保守成功的不同 這個人真的有 真的有先坐 或是通常都會先親 我有過朋友 然後他也是就是跟一個人上台勝歡 然後二次會 那男生就想要牽手 這時候其實是可以牽的 而且你那時候開心就好了 對啊對啊 他必須想要那麼遠一步的事情 這種時候都是這樣子的狀態 很明顯的雅力摸 你知道自己不是只想上床 然後對方只想上床的時候 也是會蠻明確的 那這種時候你當然就是好 不必要 看你啊 對 是男交往的方式太冷淡 不言弱不談心 我們也可以去會員區看一下 我選妹的例子 這種人在曖昧的時候 就已經有點常消失了 可是會好一點 至少他還是曖昧 所以他可能會半天不見一天不見 可是到交往之後 就呈現真的消失臉 失蹤 因為前面他是有一次男朋友 一個禮拜快一個禮拜不見了 然後後來中... 因為他不見很長嘛 對 然後後來中間連絡都才發現 是他生病 整個直接倒在自己的家裡 在家裡可能躺了兩三天 然後才終於就是回過身來 然後處理完生病的事情 才最後沒有想到 我前面就很生氣啦 對 他直接想說這種事情當然要聯絡我 然後我可以去就是幫你送 保抗力水的啊 什麼什麼的 至少有個噪音對不對 他就直接跟男朋友明確表達說 三天之內一定要聯絡 你的LINE前面可以找什麼 他男朋友後來就會 GiLiGiLi聯絡他 所以女生的溝通方式是很理性的 不會說 你這樣才這麼愛 你這麼愛我 所以他會很理性的跟他說 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說 我覺得 我們這樣我不行 我會有情緒 所以你要這樣子 然後男生說喔好 就他們兩個相處模式是OK 可是有些人是 蠻常發生就是會憋在心裡不說啦 因為女生當然有自己的精神 不想要跟他說 為什麼都不聯絡我這樣 另外的狀況是 這個女生其實已經 男生有跟他講說 他就是這樣的人 對 可是我覺得這樣蠻賤的 很賤 我覺得這樣蠻賤 就是男生就說 我就是這樣的人 看你不要 對超賤 蛤那這種時候也很難不要 因為你就是已經喜歡上人家啦 但我覺得如果 就跟他說 那你不要 我不知道會有什麼反應 或者是你也冷淡看看 對大家可能沒有辦法 對我沒有辦法做 不是一個根本性的解決方法 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的學妹自己變 也變成一個 爛回很慢的人 被影響 他有時候也是半天一天 然後隔一天這樣 他變成他男朋友的步調 最終人都發現 這個步調其實比較舒服 他可能是這樣 我自己是描迴人啊 雖然你超往回超快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交換的人 好像有一個片子 其實我現在男友 他有時候也會消失 我也覺得OK 就我們兩個可能會停在一個 前一天晚上的一個 他貼圖 我按他貼圖站的那個狀態 可是在對話的時候 不會中途不見 會聊到一個尾 聯絡的時候會很快 我覺得這樣就會比較舒服 就跟他講說 那你的LULU是什麼 就讓我們起碼 兩個禮拜見一次吧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交往一個人就應該要 你至少要說 我是這樣的 但是你想要怎麼樣呢 對 缺少了一個優勢 他好像很難要求 日本拿著一個優勢 但是這樣 同品性 完全不存在 比較少一點 對 畢竟他們從常就是個小胖 往來就